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写service 写一个 Service呢 这儿呢 System Menu Service 好 然后也是个Interface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咱们写几个方法 看一共写几个方法呢 先写俩吧 然后返回什么呢 返回这个bootstrap table result 其实 DataGrid result 其实我想叫这个名字 把它改成这个名字 那名字太恶心了 叫这个啊 这样的话你可以适配各种 就是那个组件的表 毕竟非得叫bootstrap table result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返回一个类型为DataGrid result 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给它起个名吧 get page list 是吧 然后里面呢它传进来参数 传参数的话 昨天我们传的是就是一个limit 一个offset 对吧 两个参数啊 然后今天呢 我把这两个参数给它封装起来 我封装的这个结果在这块 我直接考过来啊 对 一个query 就是查询 它未来 我现在就封装了两个 未来可能 如果有这个就是 对模糊查询的话 可能还会封别的 或者是有排序啊什么的 这个都大家自己扩展去啊 咱们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内容太多了 就太细 那个大家就自己做 然后我这里面就是 继承了link的hashimap 为什么要继承hashimap呢 因为这个 如果是继承map的话 你前台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就是可以 无限的扩展了 那个参数类型 明白吧 就是我现在只定义了 你看我 我并没有在这个 在这块定义成员变量 对吧 你如果咱们是 原来是自己做的那种 对象的那个参数接收的话 你这块就得定义成员变量 对吧 然后你定义成员变量 未来有扩展的话 你这块是不是还得再定义 更多的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 这个类你就得不断的去改 这样的话 它如果是做成这种 就是map的形式的话 那未来 只要你用query接收 你啥都能接收实际上 除非有一些东西 你是需要特殊处理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想特殊处理一下 那你就在这特殊处理一下 对吧 然后比如说未来 咱们要讲一下那个 s 那个什么 什么攻击 sx sx 攻击那个东西 所以说呢 这以后要 要写这个代码 然后所以说 这里面就可以处理一些特殊的注入参数 那你如果这个注入参数 你不需要特殊处理的话 那你就 你就可以无限的扩展 可以接收各种各样的参数类型了就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啊 不点就是 对 就put和get就行 反正各有利弊吧 你要想点出来 你就只能写对象 是吧 嗯 所以 你看最近我都比较喜欢用map是吧 好了 然后 这个是咱们这个query啊 好了 这个query有了之后 那 那我这个地方 我就想传一个query了 这个你用的 呃 你你你你用上了 你就觉得这个 还是 就是挺灵活的 哪个来 上面这个啊 哎 不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 我自己写的 这个哈 好了 这个是查询一个列表 然后 接下来咱们再弄一个删除啊 批量删除那个 delete batch 然后传一个 ID列表或者是ID 数组 好了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service层就写完了哈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写这个service的实现啊 咱们 gewe上 結绸 然后先把它这个给它 注意一下 service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弄个道是吧 所以private systemmenu道 然后就叫 我管它叫啥 就叫systemmenu道 然后这块outware一下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先看这个批量删 批量删那就 直接掉就可以了 是吧 就是systemmenu道 delete 然后把这个id往里一传就完事了 然后再看这面 这面的话 传一个query 先把这个 等一下 先看一下那俩方法 那俩方法一个叫find是吧 find它可以接收一个HQ 你看我扩展了一个这个find的方法 你要是没有一些额外的查询 就是按照某一个 我扩展那个方法 向哪儿去了 我先写上 这呢 你要是没有什么额外的查询条件 就是要查一个表 然后根据一个默认的排序列来排序的话 那你就直接调用这个find的方法就行了 明白吧 因为我已经把表明和排序都整合进去了 然后所以就直接调这个find 然后find的话这里面有一个 有两个参数是吧 一个是offset 一个是limit 所以integer offset 然后等于query.get 然后get的话 当时存的好像也是offset 对吧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个当时存的就是limit 然后这块也叫limit 然后这块做一下转换 还有integer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做一下转换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offset和limit传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起一个比如说叫rosse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再查询数量是吧 数量的话 我已经写了一个count方法 直接调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数量呢 给它弄出来 然后它应该返回一个浪啊 因为这一层的那个id的值是lun型的 所以lun 然后这块呢 就是我写的是total 好了 这样的话 这个两个方法就掉完了 好了 那之后 然后datagrid result 然后new它一个 new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有个构造方法 接收一个total 一个roost是吧 所以呢 把这个total写上 然后把这个roost写上 好了 然后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result了 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result返回就行了 你看吧 这个是查询列表这一页啊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两个方法封装完了之后呢 就显得 好像这个 这一个层次就显得清爽多了 然后接来 这个写完了 那这个就是service层了 所以service层还是挺简单的 道层service 接口我就不往上写了 我就只写实线 然后上面这个道层 然后把道这个拿过来 哎嘛 不是他 主要是要看谁呢 要看 要看他 哎不对 看他是吧 把他拿过来 这几个层次都没问题吧 实体 然后是道 是吧 道的话我们弄了个base道 然后接下来呢 是service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controller了 好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controller的话 我们还是上面给他一个窄化的路径 叫request mapping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叫system menu 所以是system-menu 这么写 然后前面又有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面把这个service住进来 private system menu service system menu service 你会发现其实为啥就会这么写呀 就是在一些稍微有点规模的系统当中啊 你你你你能发现他的这个表明啊 都是前面都不咋一样 你看这是cost的 这是shadow的 这是system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tb什么什么的 就是每一个前缀 有可能都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 然后在这个子系统下 有相关的几个模块 明白吧 所以他起名都是这么起的 这么起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 就是这个代码端的这个目录结构 逻辑路径结构 或者是物理路径结构的时候 也会按照他的这个规律 还有他的这个模块来划分 有大模块 副模块 紫模块 什么小模块 什么的这种 这样划分 所以这是系统模块下面的菜单模块 明白的意思吧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路径啊 好了 然后这个呢 是outroware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public 返回 data grid result 对吧 然后就是get page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一个 Map来接收 object 然后parameters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参数了 然后这地方我们怎么接呢 我们打算 你可以这么写 request parameter 这样的话 就是你这种接收方式的话 这种URL 自付串 后面的那些 它会自动的被填充到这个Map里 明白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可以 然后 我在这会儿这么写的是 因为当时 我那个query是写的是 就是给另一个 给另一个那个 什么写的 给另一个组件写的 那个组件 它传过来的那个分页参数 不是offside和limit 是page和limit 然后就得在query的那个构造方法里面 去算一下它 所以这块就掉了一个query的构造方法 是吧 这样的话你不是灵活一点吗 因为你前面 不一定传啥呢 它跟你那个 那个service层传的一样 正好都是offside和limit 你就直接弄过去了 但是它要不是的话 你不是可以有机会 在这个构造函数当中去处理一下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构造函数 实际上就是传了那个参数 然后把这个参数呢 put到当前的这个query里面 其实就put一下哈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再额外处理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传过来的时候 从页面当中传过来的时候 它肯定都是字符串类型的 对吧 然后我这边就是给它转换成整形的了 然后再给它回天回去 还有其他的如果需要处理的话 那你再处理一下 要不处理的话 你什么都不处理 那你直接就query就可以了 是吧 要处理 所以这么做了一下 然后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 sys menu service 然后点get page list 把query传进去 然后把这个retend就可以了 这个是配置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 public 有一个 呃 就是批量删除哈 delete 然后接收一个 lang 然后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已经处理了 就是要用什么来传呢 request body 是吧 用这个来传啊 比如上面为啥不这么传 上面你弄不了 那个是插件 就是javascript的那个 bootstrap table那个插件 它传的是吧 你改变不了它的传递方式啊 就是它是这么传的 你就得这么接 明白吧 那这个是咱们自己传的 所以咱们自己一律都采用什么呀 都采用这种json的传输方式 然后所以 这个地方呢 就是re 啊 这这都没写呢 行一会写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 呃 就这样 嗯 system menu service 点 delete bunch 然后把id传进去 因为它的返回值是个y的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return r 点 ok就行了 然后所以这个方法的返回值呢 就是r r的话 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 你客厦再仔细好好看一看啊 看看它就可以了啊 这代码我就不讲了 都是很简单的 好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就可以写注解了是吧 request mapping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到 我写的是啥呀 我写的是list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写delete吧 然后response body是吧 啊 都得是body啊 都得是response body 明白这意思吧 嗯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controller层就写完了 就是controller层 所以这个是system menu的controller 然后接下来呢 这都弄完了之后 静态资源文件的 给它拷贝过来是吧 静态资源文件 从昨天你们那个里面考虑行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考完了之后是 gsp gsp 的话 indus和home肯定是要有的 然后这些先全考过来吧 然后一会咱改一下 dsp 夹也得考过来 这里add和edit 一会咱们再说 先给它删掉啊 因为增加页势 然后indus indus的话 这个地方得改一下是吧 容灾 管理系统 你再改来改去的广写前端了 这没有要改的吧 这个下面等到回头都得改一下啊 下面这些先不用管它 然后这个再改一下 list是吧 然后像这些东西都得改 比如说这个地方得改成 menuid id 对吧 先简单改几个啊 比如说这块改成 name是吧 就是那个名字嘛 然后就先要这几个吧 然后 没别的了 行 再来个url吧 然后这块manuid啊 应该写几个它有的啊 没有的话它回头都该报错了 manuid uil name这都有哈 然后manuid 然后行 就这样吧 然后下面这个先暂时先不用管它 controller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controller这个地方 我们把前面的那个index那个给拷过来就行了 是吧 我们之前写的那个 太多了这东西 这个是吧 我这个拿过来啊 放到这哈 这个有可能啊 这个通配有可能会有点问题 但是没事 对 它就有的时候 好时有的时候吧 一会咱试一下 然后我再给你们改一个别的法案 这个叫 我那个叫什么面 来我看看 到哪去了 到哪去了 叫什么 model 我就 我先随便写两个名啊 回头 比如说叫type是吧 模块 类别 完了它不好使是吧 没事啊 它加载资源文件去了吧 现在这么写是对的是吧 再写个加号 因为咱们那个路线有点太太复杂了 那边 嗯 有问题 先这么写 好轻载资源文件 静态资源文件 然后 JSP页面 然后 JSP index 这个 最后定版了 再往上考 现在还没定版 先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启动 哪块RU包错吗 那update一下 我来让它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